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很久以前开始 我每天都去家里看你 你上班我去接你 你下班我去送你 早上给你捧鲜花 晚上陪你吃大餐 天天把你宠得像小公主一样 你 你说什么呢 以前我也经常一看你 一看就是一整天 我还夸你很温柔 恨不得把你捧在手心里 除了你 我这辈子不想再见任何人 那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这些 不都是以前我变来骗你的吗 你都还记得 那你现在放心了吗 放心什么 我又没有邀请你什么 我又没有邀请你什么 早啊 茶姐 他怎么来了 这还要说吗 都已经等到你早上了 嗯 陈小姐 今天有时间吗 我正要去上班 怎么了 正好 我也要去公司 顺路送你 你手术刚好不能去上班呢 谁跟你说我要去上班 我只是想送送你 嗯 嗯 柴姐看着呢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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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我去外面等你 嗯 嗯 嗯 送你上去吧 哎哼哼 别啊你看 大家都看着呢在议论你啊 怎么了 快慢走 快知道的人早知道了 走走走 你不要离声我还有脸呢 走 我缝开 啊 我的手好痛啊 你是想让我的伤口裂开吗 怎么了 走 无奈 放开 走 走 你自己这样闹下去我生气了 你还记得我上次骂过你吗 你骂我的次数多了 我哪记得是那次 就是我当着全公司的面让你滚 是你说的 我已经伤你伤得太多了 我想把你伤过的都给补回来 我听说你要跟小七和好了对吗 我知道你跟他一直是朋友 如果你是怕我伤害他 而假装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已经和他告白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情敌了 很讽刺吧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冲我来 到现在你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 玩弄别人感情的是你 我对小七一直都是认真的 可她是我女朋友 那是以前 对你来说 小七不过是你众多前女友的其中一个 想扔就扔 觉得有意思就再追回来 你有想过小七的感受吗 这些是我跟她之间的事 你非要跟我抢对吗 除了她我什么都可以让给你 如果我只要她呢 从小到大 不管做什么我都输给你 输着输着 我就习惯了 就这样吧 就让你赢 这样也挺好 但这一次 我不想再输给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公平竞争 我会用一切手段得到她 如果你认为你赢了我就能得到她的话 那你就错了 小七她是个人 她不是物品 她有她自己的心思和感情 想选谁 我劝你还是好好去问问她的想法 还有 我是不会让着你的 她怎么来了 我 她 这就是你说要见的客户啊 不是 她 就是 我是她上司 见她很正直 倒是你 身为总裁 没必要跟一个员工浪费时间吧 我跟谁浪费时间 也没有必要跟下手会吧 过来 你们 起庆 干嘛 方烈 哥 够了 我过来工作的 你们能不能尊重我一下 你们工作你们的 我只是过来考察而已 你不是要去见客户吗 走吧 客户 我得打个电话 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给客户打个电话 等等 我说见客户就是为了片方令 这下怎么远程啊 要不先想办法稳住他们 然后找个机会让他们智能而退 我只能逃了 这个办法 那个那个客户约好了 我们走了 等等 我有工作问题要问你 坐我车 等等 回去 回去 客户很难谈吗 没有啊 怎么这么晚 看你一直愁眉苦脸的 不会是我俩影响到你工作吧 没有 有刀还是有了 所以你们能别跟着我了 不行 反正方烈跟你在一起 我不放心 我还不放心 你跟小七在一起呢 反正我得跟小七在一起 好了好了 行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就想借着工作缠着我吗 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 一会儿可别后悔 你想干什么 一会儿前面路口左转 停下来就行 哦 哦 哦 嗯 行吗你 打你没问题 嗯 嗯 那个不好意思啊 客户约我打网球 我想先练练 你们不介意教教我吧 这种客户有需要见吗 我教你 像我哥这种病刚好 他现在不适合打球 我来教你 嗯 等等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我来吧 别急 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 一起教我怎么样 嚣张 告诉你什么叫网球 哎 耶 哥 子 你 方烈 你没事吧 我是不是打错了 没没没 是我不小心再来 球拍得握不好 看疙瘩 你怎么这么想摆脱我呢 你居然都知道我干嘛还要更贵 走了 小七 你没事吧 怎么样 你傻呀你 生病了还逞能 我就是想让你们震难而退 你回去不就好了吗 不行 什么不行 把女生给她就是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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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